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G7峰會呢 當然這個重點來了 財經層面 全球的衝擊 開了這場峰會 能夠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結果沒想到 又開始下令了 又要制裁了 好像最近 美國不論跟什麼國家都在一起 包含歐盟等等 就是想方設法的 要來制裁俄羅斯 真的這樣一直制裁 就可以比較早結束戰爭嗎 或者是對全球的經濟衝擊 對美國的通膨能夠有幫助嗎 那外電報導了 美國總統拜登呢 領軍G7的領袖 對俄羅斯又祭出了一個 黃金的制裁 但是呢 到底有沒有用呢 很多專家說 這根本就是一個形式上而已 因為最近呢 俄羅斯的盧布強勢回升 這個匯率還創下了七年來的新高 因此還被網友稱之為超級貨幣 西方不斷的制裁 看起來成效不大 一年前 G7峰會在英國舉辦主題是氣候變遷 誰也沒料到一年後討論的議題 竟是戰爭 英國官員表示 美國總統拜登計畫聯合G7領袖 對俄祭出最新制裁 禁止進口俄羅斯黃金 而俄羅斯身為全球第二大黃金供應國 會帶來什麼影響外界持續關注 西方制裁毫不手軟一度造成盧布大扁 原本以為能因此重挫俄羅斯經濟和國力 但沒想到普丁減價賣油 如今成了大陸最大石油供應國 盧布強勢回升 不只收復全部失土 匯率跟創下七年新高 分析師認為普丁並不在乎經濟成長 只在乎國家收益 歐美不買沒關係 他大可另選買家 俄羅斯能源公運銳檢 德國只好撤銷環保協議 重啟燃煤發電廠 德國能源部長坦言 寒冬即將來臨 這個決定不可或缺 而歐洲某些國家也開始出現 戰爭疲乏 對俄國的態度簡潔放軟 西方抗了原物 但造成能源糧食危機 超越各國預期 近日立陶宛 限制俄羅斯與非地 加里寧格勒運輸貨物 歐盟官員擔心情勢惡化 表示正在籌備計畫 緩和局勢 記者蔡清成報導 英國首相強森 他接受了美國媒體CNN的專訪 他被問到說 對於打造跟大陸更牢固的 經貿合作關係會不會擔心 結果強森對此表示 他說大陸龐大的經濟增長 跟關鍵性的角色 的確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也希望G7在維護 共同價值觀的原則之下 跟大陸持續貿易往來 但強森同時也告訴CNN的主播 他反問他說 美國你們不是才是跟大陸簽 自由貿易協議的國家嗎 英國首相互有自由貿易協議 中國 我們沒有 所以 我沒有討論 我沒有討論 英國首相互 所以看 每個國家 在G7的貿易協議 中國是一個大陸 貿易貿易協議 中國是一個大陸貿易協議 貿易協議 每個國家 保障 保障我們 關鍵的國家 資格 你記住華為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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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貿易協議 我認為我們可以 我認為有一個平衡 你可能是正確 你可能是困難 但我們必須嘗試 那其實強森 他自己也有很多問題 從派對門之後 到底會不會下台 今天他說了 有 只要這樣這樣 他就離職 在內政方面 飽受民意 跟國會壓力 這一次 在G7又說 要跟普丁PK兇姬 又引來了很多的爭議 再來強森 最近指出說 要立抗歐洲面臨的暴力侵略 他說 只有被迫放棄 繼續支持烏克蘭 能夠讓他辭職下台 強森最近在訪問 盧安達期間 接受了BBC的專訪 他接連在國內的政治 其實遭到了 先前說到這個派對門 還有他領導的保守黨 在地方跟其中選舉 表現都不好 那黨內不信任投票 民眾生活成本高到不行 現在英國什麼都在漲價 這些都是挑戰 黨內外都有聲音 要他之所進退 那他到底要不要辭職呢 主持人問他 到底有什麼原則問題 能夠讓他動念 辭職 強森毫不猶豫的回覆 如果內閣下了判斷 然後建議他 必須要放棄烏克蘭 就是說英國不支持烏克蘭 他說呢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導致的通貨膨脹等等 支持烏克蘭捍衛自由的成本太高 那麼我認為我就會辭職 強森強盜到 烏克蘭有能力贏得勝利 但是各國必須要提供後援 他說現在不是放棄烏克蘭的時候 英國將會一路支持到底 好再來呢七大工業國領袖呢 在德國舉辦為期三天的這個峰會呢 英國首相強森跟加拿大的總理杜魯多 在第一天的議程啊 就開始先進行了一場雙邊的會談 好但是沒想到呢你知道嗎 援手碰援手這個 在G7峰會之外拉出來的一場會議 大家應該想那應該是 加拿大跟英國要聊一些國家大事吧 結果沒想到呢 強森一開口讓大家覺得 你怎麼好像在閒話家常呢 因為呢這個強森啊 馬上呢就語帶幽默呢 一直說覺得呢杜魯道啊 搭乘了空軍一號坐機 感覺很大讓他有一點羨慕 好當然最近強森也飽受批評了 包含了剛才說到 他到底會不會請辭呢 國內外他都受到了許多的爭議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兩國領袖的互動 馬上帶大家來看了想加北約可沒這麼容易 土耳其總統呢直接把話給挑明了 馬上的接下來G7之後呢 要來展開的就是北約峰會了 土耳其總統艾爾段直接告訴大家 瑞典在加北約方面根本是毫無進展 因此呢他也敦促斯德哥爾摩 要採取具體的行動來解決他們 國土關切的問題 再來土耳其就指責芬蘭 特別是瑞典為非法的庫德族武裝分子 提供了安全的避風港 這庫德族武裝分子呢 數十年來叛亂活動 奪走了數萬人的性命 土耳其的總統府呢在聲明當中就表態了 他說呢 艾爾段還有這個瑞典的總理 通電話的時候呢 提到了瑞典應該在打擊恐怖主義的 基本問題上要採取行動 希望能夠做出有約束力 並且更明確的行動表示 好再來呢 北約的峰會即將就要展開G7之後 馬上開北約峰會 頗讓人有聯想 一連串美國抗中計畫 step by step 再來呢西班牙馬德里 即將我們要看到是北約峰會 這一次呢邀請了亞太區域的國家 包含了日本 韓國還有這個紐澳來參加 那北約秘書長呢 在這個峰會都還沒開之前就先嗆聲 他說呢 由於中俄在外交跟軍事合作 以及北京否定歐洲安全的核心原則 大陸的崛起 對北約來說是個挑戰 不過呢大陸的官媒環球時報 也發了社評回應 甚至是回嗆 他說呢挑釁大陸任何時候都不會交好運 北日峰會前夕馬德里街頭 集滿抗議者高喊口號 你的戰爭 我們的死亡 而位於加拿大的抗議民眾 更是力圈政府 退出北約支持和平 北日峰會28號登場 在馬德里一連舉行三天 白宮官員科比會前就指出 北約今年提出新戰略概念 將與大陸一帶一路相抗衡 防疫了盟幫 擔憂大陸崛起 在利益安全和價值上 可能造成國際威脅 這屆北約峰會首度擴大到歐洲之外 甚至邀請日韓國澳紐和印太國家參與 美國似乎也有意將北約印太化 英美日澳也宣布 發起藍色太平洋夥伴倡議 是美國繼印太經濟框架後 再次觸手伸向印太地區 引發大陸批評 北約明明是北大西洋軍事組織 今年來卻跑到亞太耀武揚威 試圖把歐洲集團對抗的套路 複製到亞太 資訊十分危險 不過美國總統拜登在G7後轉赴北約峰會 被形容是帶著最嚴厲的 如何對付中國的劇本參加 大陸環球時報對此發表社評 稱道挑釁大陸任何時候都不會早好暈 記者陳理信報導 那最近中國大陸呢 也開始將全世界秀揭露了 中國的第三艘航母福建艦日前風光的下水 它採用的雖然是傳統動力 但是呢卻配備有最先進的電磁彈射系統 雖然說現在呢在這個儲電跟發電的電網技術 有了這個新的突破 已經研究多年的電磁炮 專家也評估呢 上艦的時程應該也不遠了 甚至有消息人士透露說 中方已經完成了004型航母的設計 很可能還是會採取柴油動力 那陸媒表示呢 福建艦最核心的這個技術啊 就是以中國工程院的院士馬偉銘 帶頭研發的一整套的綜合電力系統 在這一項系統的支持下呢 可以供應電磁彈射器 以及呢配備電磁攔阻裝置 需要的大量電力 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國大陸 最近年呢進行這個核動力的航母研究 ING都在進行當中 根據專家評估呢 傳統動力的航母啊 對現階段解放軍是最有利的 甚至日後呢 中國大陸可能會出現第四艘航母 就是003的升級版 專家評估可能不會直接跳到核動力航母 不過最近呢 的確啊福建艦受到了高度的關注 大陸最先進的第三艘航母 在下水之後 向世界展現了中國大陸的海軍雄星 那專家說呢 這一艘滿載排水量達到8萬多噸的新航母 有電磁彈射系統之外呢 直接這個標題 不要管福建艦了 其實呢美國最該擔心 中國大陸不是只有福建艦很厲害 還有呢 畫面當中幫大家整理出來的四種船艦 這軍事專家就分析 福建艦的確呢 雖然說它是目前中國大陸最大的戰艦 但是可能不是美國海軍軍官 心中最大的問題 對美國的這個制海權來說 這個構成呢 遠比福建艦更大的威脅 就是整理出來的四艘 應該說四種啦 大陸的船艦 第一艘呢是055型的驅逐艦 很多人認為呢 2017年下水的1.3萬噸的隱形導彈驅逐艦 是世上呢最強大的水面驅逐艦 因為它已經大到符合北約巡洋艦的標準喔 而且呢裝有112個垂直發射單元 可以用來發射從反艦飛彈到遠程公路飛彈 所有的武器 美國的智庫蘭德公司它就說呢 它的設計啊是格外的先進 因為有隱形信跟雷達可以裝備呢 大批的飛彈 比現在呢多數美國日本南韓的驅逐艦還要更加的強大 那麼今年4月份呢在社群媒體就有流傳一支影片喔 就是有一枚看似呢 英籍21的飛彈從055型的驅逐艦上發射 軍事專家就分析了 解放軍罕見的展示這一款的武器 可能在針對美台進行戰略證著 再來呢第二艘就是039型的潛艦了 畫面當中看到的 這一款的柴動力潛艦呢 據說它下海之後幾乎是沒有聲音 極盡無聲 事實或許能證明這個戰力呢 會令美國的軍事規劃人員難以應付 因為你聽不到聲音你就會不太知道它在哪裡 根據國防部的中國的軍力報告呢 北京打造了17艘的39AB潛艦 並且打算在接下來的三年呢 總數要增加到25艘 這一款的潛艦呢 它有AIP叫做絕氣推進系統 也就是呢 它不用一直浮上來 你知道潛艦是這樣的 你只要沒有浮上來 其實很難發現它到底在哪裡 只要減少它上浮的次數 就是最大的贏的一部分 那它獲取的柴油燃燒所需要的空氣 它就不用一直上來了 那麼美國的國防部報告說 中方正致力於讓更多的武裝反潛艦 飛彈的039型潛艦下水 那麼再來呢 第三艘美國會怕的不是軍艦 它是一艘商用渡輪 解放軍呢 專家分析啊 如果說真的台海有危機的話 可能會需要這個運送成千上萬的部隊 那有一些專家就說呢 如果是超過100萬大軍的話 他說呢中方有很多龐大民用的渡輪啊 其實是可以迅速的改裝民用變成軍用的 甚至則分析說呢 中方針對這個可能啊 可能會來設計這類的渡輪 例如說 大陸的遠洋運輸集團的滾滾裝式的貨輪 叫做棒槌島 棒槌島 這個2020年的8月份 就有參加解放軍兩棲的軍事演習 再來第四艘呢 是海上的民船 中方的軍事規劃人員呢 想要動用的並不是只有民用的渡輪 剛剛說到渡輪 再來呢 中國大陸啊正在建立他們的海上民兵 那船隊呢就是有超過100艘 據稱呢是從事這種 真的就是捕魚的 商業捕魚的船隻組成的 在爭議的海域進行任務 我們在南海的時候呢 常常會看到菲律賓啊 有很多這個讓這個菲律賓 很有爭議的 覺得說中方的漁船怎麼一直來 可能就是戰略的一部分 好再來呢 回過頭來 我說現在美國不是反中又反俄嗎 很多消息一直說 羅斯總統普丁什麼罹患癌症呢 或者是可能已經過世了 這些影片都是事先預錄好的 那接下來呢 普丁就本人要現身囉 雖然說這幾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呢 很多都國的元首參加會議 都改用視訊的 你就看不到本尊 俄羅斯的總統普丁呢 這個禮拜他就要出國給你看了 要出訪中亞的塔吉克斯 塔吉克斯坦還有土庫曼 這是俄烏戰爭以來呢 普丁第一次出訪 這好像也打臉了先前喔 很多英國或西方媒體 什麼普丁健康亮紅燈 甚至死亡的說法 那根據報導呢 普丁會會見呢塔吉克的總統 然後呢他還會在 土庫曼出席 離海沿岸國家首腦峰會 結束訪問之後回到俄羅斯 普丁呢還會在莫斯科跟到訪的 印尼總統佐科曼來會晤 普丁還計劃呢6月底的時候 6月30號到7月1號 他還要出訪白俄羅斯 要跟白俄羅斯的總統盧卡申科 一同參加論壇 接下來7月1號也是香港主權移交 大陸25週年 新華社公布了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當會出現當天的大會 會出席當天的大會 但是新聞稿呢沒有說 沒有像過去說呢 他會防港幾天等等 因此呢現在媒體也猜測 他有可能是視訊出席 不過呢港府已經在灣仔的 會展中心周圍布防了 甚至是要參與的官員跟記者 都要提早的閉環管理 香港特區成立25週年 活動到會展中心 以放置大量比人高的水馬 6月30到7月1號會展周邊 都會實施交通管制 香港媒體指習近平因應疫情 防港時間會縮短為1到2天 而且不會住宿香港 採用高鐵當天來回 香港的官員已經採取 閉環管理租進檢疫飯店 只能直接往返辦公司 採訪的記者也從星期天開始 每天核酸檢測 29號租進檢疫飯店 以最高規格為安及防疫 迎接習近平 主權移交25週年 各區都掛滿了慶祝標語海報 而最多元參與的可能是這活動 六盒採8千萬港元回歸金多寶 週一晚上開場的 頭漲有機會賭得3億台幣 位於中環南桂坊附近的 最旺投注站歷來出過47次投掌 但正在裝潢停業 不少專程去買六盒採的 失望而回 七一當天也有免費大電車 以及部分公車、小巴、政府的運動場館 博物館等免費 如果是97年7月出生的 還可以海洋公園門票買衣送衣 以上是駐香港記者李敬華的報導 美國最高法院在23號的時候 裁定了紐約州的一項槍支管制法違憲 認定美國民眾應該有權利 在公共場合可以持槍防身 對此大陸外交部翻譯人趙立堅 在記者會上就表示了 美國今年已經有將近2.1萬人 因為槍支暴力失去了生命 但是美國的政客沒有實質的舉措 痛批說如果美國的政策連政客 連他們自己國家的孩子生命 都沒有辦法保護還談什麼別國人權 面對無數失去的生命和受傷的家庭 美國政客們除了政治作秀 又做了些什麼 就在他們無休止的扯皮 推諷過程中 又有多少鮮活的生命 假然而止 又有多少美國夢 夢斷美國 美國德克薩斯州 羅布小學槍擊事件 陰霾還未消散 但新悲劇又輪番上演 不斷衝擊道德底線 美國政客們如果連自己國家的 孩子們的生命都不能好好的保護 還妄談什麼別國的人權 好 拜登的健康持續受到高度的關注 據說他最近開會的時候都有小抄 而且這個字寫得非常的大 拜登四月份跟空氣握手 隨後跟一臉茫然 不知道要從哪邊離場 尷尬畫面歷歷在目 最老總統拜登上任以來 多次出現口誤和令人不解的舉動 引發外界擔憂他的健康狀況 他25號又被眼尖媒體發現 他出席記者會時 竟然還需要一張詳細提醒清單 拜登讀出紙卡背面手寫內容 而幕僚提供的印刷指示 也就正好在鏡頭前曝光 其中第一條寫著 你進入羅斯福廳向遇會者問好 接著第二條指示 你在座位左下 中間幾行寫著活動流程 包括媒體進場和離開 最後紙卡指示拜登 你感謝遇會者 然後你離開 一步一步清清楚楚 只是拜登該怎麼做 連問好和坐下 都必須白紙黑字寫清楚 拜登總統的年紀和認知狀況 再次成為話題焦點 而拜登3月出席 二物衝突記者會時 也被拍到手握一張 普丁問答幾首談話要點 不過白宮回應 這種指示格式 只是政治人物出席活動時 常用的標準格式 總統先生 你下巴上有東西 便條上手寫內容 清楚被拍下 另一張照片 也能看到 拜登的下巴上 還真的有一個橘色碎片 不過回顧拜登的口誤史 他似乎非常需要幕僚提醒 第一夫人的丈夫 不就是拜登自己嗎 明明是賀錦麗丈夫確診 拜登卻也可以說錯 多次荒唐口誤 讓人難以以笑置之 對於拜登健康狀況 沸沸揚揚的輿論 似乎只是力所當然 記者劉家瑜報導 好再來呢 上海市府已經宣布了 29號開始呢 從沒有這個風險地區 也沒有這個社區防範出現新的病例 因此呢 這個堂食也就是餐廳內用 6月份要開始解除了 就是呢 民眾終於可以到餐廳內用了 不過呢還是有一些小限制 譬如說用餐時間啊 1.5小時 減少人群相互感染的機會等等 好再來呢 哥倫比亞是發生了一起 非常恐怖的驚險的意外 好當時候 怎麼有這麼多人都倒下來呢 原來是三層樓高的看台 海嘯式的倒塌 這是一個鬥牛場 所以呢民眾倒塌之後 大家其實非常的害怕 差一點發生了這個推擊的幾塌 也有這個死亡的情況 這是當地一座三層樓高的木製看台 現場的觀眾倉皇的逃離 至少有6個人死亡 200多人受傷 鬥牛賽聚集大批觀眾 擠爆現場觀看 但突然 三層樓高的木製看台 無預警倒塌 有如海嘯一般向前撲倒 尖叫聲四起民眾根本來不及逃 場面混亂 空拍畫面同樣驚人 就在倒塌意外發生前幾秒 整排看台已經明顯向前傾斜彎曲 突然就從中間坍塌 兩側有如骨牌一樣垮台 觀眾就像一群螞蟻竄逃 嚇得遠離看台 哥倫比亞埃斯皮納爾 一處鬥牛場 這座三層樓木製看台倒塌 民眾慘遭掩埋 慌張在殘骸中尋找縫隙逃命 有人則好不容易逃出看台 還得小心被鬥牛追 倒塌意外造成至少6人死亡 年紀最小包括一名三歲男童 不幸慘死現場 當地市長發布聲明表示 已經展開調查 要找出事故原因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 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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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